救援山警方搜查一处转售脏物的摆摊区 逮捕三名涉案人士 并查获市值一万七千多元的脏物 傅景洪报道 救援山警方在十月七号 透过卧底行动搜查Mission街一千八百五十号 两个零售盗窃脏物转卖摊贩 据了解警方日前就已经锁定 这两个在该地点展示及贩卖 疑似为脏物商品的路边摊贩 因为这些商品都留有零售店标签 防盗装置或其他可辨识为脏物的记号 经警方调查 这些脏物来自湾区各地的零售店 总市值高达一万七千多元 警方也拘捕三名涉案人士 而救援山警方近期持续打击 有组织零售盗窃 包括部署更多人力在零售据点 以及追查脏物流向 市长布里德上个月也公布 警方在Mission区同样查获三百多样 零售盗窃的脏物在路边摊出现 并表示救援山将致力于维护街道的干净与安全 26台记者 傅景宏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